在斯特林时代,一位苏联的老妇人 在教会里竟然亲吻主耶稣素杖的双钉痕的脚 一个军官见到,就走过去问他 老太太,你会不会都亲吻斯特林的脚啊? 这个老妇又和睁看着这个军官说 愿意,如果他都肯为我钉十字架的话 人类已经在这个世上生存了数千年 先问,有哪个军王或者统治者 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斗的呢? 在他们建功立业,甚至将自己包装成一个英明的神的时候 由于哪个手上没有滋满鲜血呢? 这个充满罪性的世界,不少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就会特别盼望有一个救世主来拯救他们 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拒绝耶稣一样 他们盼望是一位好像大卫王一样英雄的人物 慢慢想不到的是,真正的救主居然到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为了你和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完全就是颠覆了人类认知和逻辑的神迹 这个就是只有众墨主才彰显出这样的爱 保罗这样说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人类的统治者都不过是普通的人 只有这一位为爱我们而牺牲的神 才配得我们全心的敬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